手要拉起來這樣才能下刀 不會去傷到魚白有沒有 有耶 沒關係沒關係 就是要讓它噴出來 才會感受到魚白的震撼力 我第一次這樣子摸到新鮮的魚白耶 師傅 我們今天這個是什麼魚 這是真雪 北海道真雪 那基本上像在李文島這個地方 他們的魚船出海過去大概 一個小時左右有一個船程 會有一個比較深長的地方 然後他們是用釣的 那釣起來之後呢 它會用叫做活殺的方式去放血 同時放血同時也將它馬上進入死亡 不會讓它一直掙扎 因為為什麼不讓它掙扎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季節的鮮魚 它肚子滿滿的魚白 所以這個肚子大大的 裡面都是長滿的魚白 我們一般絞殺的時候 絞殺的時候都在頭部嘛對不對 但是這個鮮魚很妙 它在眼下這個刺 是脊髓點在這裡 它的脊髓點跟一般的魚不太一樣 我來拿這個來照一下 對對對 所以會選擇 以它的塞前方 這個公里處直接貫穿 貫穿放血就好 這裡 因為這種真雪的放血點不一樣 這是在漁船的一些老的一輩人 他們放血的方式 而且我覺得非常有效率 在背後到那邊的這樣處理方式非常有效率 是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宰殺 首先在腹部貼著 先劃開 就你看 這刀要小心不要劃到裡面的魚白 是 有沒有 先剃開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落刀點 有沒有 有沒有 切開了有沒有看到魚白了 這時候你要小心這樣拉起來 手要拉起來這樣才能下刀 不會去傷到魚白有沒有 有 手要拉起來 手拉起來這個動作一定要有 要不然你刀子吃到魚白就 魚白就沒菜啊 沒關係嘛 就是要讓它噴出來 才會感受到魚白的震撼力 哇聖哥 有沒有 所以在選魚的時候很重要 哇聖哥 我當時看到的時候就說 光是魚白我買這隻魚就賺錢了 好多喔 很多吧 很嚇人喔 超多的 多之外它很好吃 然後我們用手輕輕的 這邊有一個血核的地方 有看到 小心避開 小心避開 下面用膜的地方 我們都用手輕輕的避開就好 阿修這一趟你有帶牛奶吧 有 冬天 冬天這時候牛奶是很好料理的 那個東西 你看 這個金槽 滿到 這個 我預估啦 光是這個魚白 就亮大到相當驚人 這個是一般沒有的魚 這樣才會 才會 一般人沒看過才會有趣有沒有 好 寫盒在這裡 寫盒可以 來你稍微撥開 你看光它的金槽就佔了 也有三分之一眼上 哇 好來 接下來你要看這裡 下面一點這個長 長的位置 跟魚白這個 黑線的地方 我們從這邊下刀 讓它取開 線開 好來 這個 這個先放旁邊沒關係 好 來 好酷喔 這就是我們的魚白 這就是魚白 對魚白子 你可以摸摸看 像腦一樣有沒有 欸 豆腐花 我第一次摸到新鮮的魚白 來來來 新鮮取下的魚白 我要先放在這裡 阿修幫我倒一些牛奶蓋過它 好 我來倒一些牛奶 你來倒 再來再來 再來 對 再來再來 這邊再來 好 先這樣子 牛奶泡過了這個魚白對不對 對 這魚白就 剛剛好吃 好吃 新鮮的白子 牛奶 牛奶稍微炙過之後 等一下我做一道 汆燙或冷製的方法 都好好吃 好 生吃就好好吃 生吃就很好吃 對我等一下教你 先牛奶 等一下再用鹽漬 再用鹽漬 然後鹽漬完之後 我教你怎麼生食 非常好吃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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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